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十二月十五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來看到的是來自紐約時報的報導 文章介紹說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政府於今年秋天秘密驅逐了兩名中國使館官員 原因是他們駕車前往了弗吉尼亞的一個敏感軍事基地 而這似乎是三十年來首批涉嫌間諜的中國外交官 被驅逐的事件 有六位知情人士說美國官員認為至少有一位與妻子在一起的中國官員 是在外交掩護下工作的情報官員 這樣的團夥躲避追捕他們的軍事人員 僅在消防車擋住他們的道路後才停止 而華盛頓和北京都沒有公開宣布在九月份發起的這樣一次事件 但是事件卻的確加劇了川普政府的擔憂 也就是隨著兩國越來越多的陷入地緣政治和經濟競爭中 中國正在擴大在美國的間諜活動 而美國的情報官員表示 中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構成更大的間諜威脅 美國官員說近幾個月來擁有外交護照的中國官員 對在研究或政府機構暗中露面顯得更加大膽 而這一次軍事積極的滲透只是最顯著的一個例子 官員說上次類似的驅逐還是一九八七年 當時驅逐了以外交手段掩蓋情報活動的中國大使館僱員 而本次事件表明 美國政府現在對中國涉嫌從事間諜活動 採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 最近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事件 也加劇了美國和中國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兩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也是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 川普總統於二零一八年七月開始的貿易戰加劇了這種衝突 僅僅最近才顯示出了暫時的緩和跡象 在十月十六日 美國國務院在基地被入侵數週後 宣布對中國外交官的活動實行更加嚴格的限制 要求他們在與當地或者是州的官員 以及教育和研究機構會面前發出通知 當時美國國務院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記者 規定適用於中國在美國積極領土的所有特派團 是對幾年前實施的中國規定的回應 當時的規定要求美國外交官在尋求居住城市以外旅行的許可 或者在訪問某些機構前也要做出相應的批准 而中國大使館在十月表示 新的規定違反了維也納公約 兩名美國官員上週表示 由於美國政府要求互惠的呼聲越來越高 這一些限制已經經過審議了一段時間 但是諸如私闖基地的事件加速了這種部署 申請人士說 基地的入侵在九月下旬 在弗吉尼亞州諾福克附近的一個敏感設施上發生 基地包括特種作戰部隊 該地區的幾個基地都設有這種單元 其中一個基地是海軍精銳的海豹突擊隊第六隊的總部 知情人士說中國官員和他的妻子開到了檢查站進入基地 一個警衛意識到他們並沒有進入的許可 便告訴他們穿過大門轉身離開基地 這是在這種情況下很常見的做法 但是知情人士說中國官員卻繼續駐紮在基地 根據了解此事的人士說 在消防車將其封鎖之後 中國官員表示他們不理解警衛的英語說明 只是迷路了 美國官員說他們對入侵者犯了一個無辜的錯誤 這樣的說法表示懷疑 並且駁斥了他們的英語不好 導致無法理解的說法 知情人士說目前尚不清楚他們打算在基地上做什麼 但是一些美國官員說 他們認為這是在對該設施的安全性進行測試 該理論認為 如果中國官員能夠不停地將其送入基地 大使館就可以派出更多的高級情報官進入基地 而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均未回復 對此事件的置評請求 中國大使館官員的兩名同事說 他們被告知被驅逐的官員不小心開車到基地時正在觀光 負責與中國大使館及其外交官關係的國務院 以及負責美國反情報工作的聯邦調查局均拒絕置評 中國大使館官員向國務院官員抱怨被驅逐 並在一次會議上詢問 該機構是否正在報復八月份針對美國外交官依朱莉的中國官方宣傳運動 當時中國國有的新聞機構指責香港政治顧問依朱莉女士 是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 而有關她的個人詳細信息甚至發布在網上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稱中國為流氓政權 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通過驅逐美國駐北京使館的外交官或情報人員來進行報復 這也許表明中國官員理解他們的同事試圖進駐基地已經超越了職權 有一位聽取了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反映的人士說 他被告知官員對他們的同事們進行了這麼大膽的嘗試感到驚訝 2016年駐成都的中國官員綁架了他們認為是CIA的美國領館官員 審問了他們並且強迫他認罪 而同事第二天將他找回並將他從該國撤離 當時美國官員聲明要驅逐可疑的在美的中國特工 但是卻沒有立即這樣做 幾十年來反情報官員一直試圖找出具有外交掩護 並且從事間諜的使館或者領館工作人員 並指派官員跟隨其中的一些人 奧巴馬總統領導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亞洲高級主管艾維梅德羅斯表示 他不知道在奧巴馬任職期間是否有任何驅逐中國外交官或間諜的行動 梅德羅斯說美國人很少驅逐中國間諜或其他使館官員 那麼可能是因為在最初的四十年中中國的情報活動並沒有這麼激進 但是他補充說這種情況在大約十年前發生了變化 中國情報以人為形式和電子形式變得更加的複雜 而且更具侵略性 今年有一名中國學生因為在二零一八年九月拍攝佛羅里達州基韋斯特附近的一個美國國防情報裝置 而被判處有期徒刑 這位學生走到環繞基地的圍牆在海洋盡頭的地方 然後踏著梅巴圍上了海灘 從那以後他走到基地上照相 包括照下了一個有衛星天線和觸角的區域 當他被捕時這位先生用殘破的英語講話告訴官員們 就像在維基尼亞基地停下的官員一樣 他聲稱他迷路了 而此外中國公民不僅被發現徘徊在政府機構內 還被發現錯誤的進入大學實驗室 甚至穿過農田偷竊特質的種子 二零一六年一名中國男子墨海龍 試圖對美國農業綜合企業投玉米種子 並將其交給一家中國公司而在法庭認罪 法庭記錄顯示在被捕之前 莫先生已經成功偷走了美國公司開發的種子 並將其送回中國 而他也被判處了三年徒刑 而聯邦調查局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試圖限制華裔科學家 他們說這些科學家正在竊取其他國家的生物科學研究成果 聯邦調查局還警告研究機構 有關中國學生和學者所面臨的風險 有一些大學官員說這項運動不公平的針對中國公民 或者是華裔 並且帶有新的紅色恐怖的性質 而上個月前CIA的官員被判處十九年監禁 是今年因為北京而被判刑的幾名前美國情報官員之一 他在中國情報部門的工作 恰逢中央情報局在中國的現任網絡被拆除的時候 這是數十年來針對美國的最大反情報運動之一 從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二年 中國碰面殺死了至少十二名美國縣人 並且監禁了其他人 根據一本有關於中國間諜活動的新書 一名男子和他懷孕的妻子於二零一年 在一個部的院子裡被槍殺 而當時的情景在壁錄電視上播放 儘管檢察官並未將他與該網絡的崩潰 直接聯繫在一起但是卻擔心中國在該機構中進行擾亂和滲透 下面再要為您帶來的是有關於中美貿易談判的最新進展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責委員會在十二月十五日發布公告 決定對原計劃於北京時間十二月十五日十二時零一分加徵關稅的原產 與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暫不徵收原定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五的關稅 對原產與美國的汽車以及其零部件繼續暫停加徵關稅 公告又指除了上述措施外 其他對美加徵關稅措施繼續按規定執行 對美加徵關稅商品排除工作繼續開展 而中方希望與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共同努力妥善解決彼此的核心關切 並且促進中美經貿關係穩定發展 我們知道在之前的十二月十三日中美官方宣布達成一項貿易協議 不過目前尚未公佈協議文本的全部內容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提到協議的細節會在今後數週公佈 其中包括中國如何更好的打擊造假以及專利以及商標違規等行為 而協議中有關禽肉和動物飼料等個別產品均有明確的購買指標 但是目前暫時不會公佈 而他領導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 美國將對約兩千五百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保持百分之二十五的稅率 並同意將一千兩百億美元產品的關稅 從百分之十五降至百分之七點五 而所降關稅涉及的商品包括玩具手機和服裝等 中國官員介紹協議時表示 文本將包括序言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食品和農產品金融服務匯率和透明度 擴大貿易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 以及最終條款九個章節 那麼隨著協議內容的不斷浮現 我們華爾街網報節目也會繼續為您做出更詳細的介紹 下面要為您關注到的是安邦保險集團的銀行資產處置最新情況 這樣的進展或在二零一九年末就可以見分曉了 一起來看到的是中國媒體財新的報導 根據記者獲悉成都農商行股權轉讓儀式有了新進展 預期成都市新城投資集團將受讓安邦保險集團所持有的三十五億股股權 而此項交易或在年底前掛牌公示 根據工商信息顯示 成都市新城投資集團是由成都市國資委百分之百持股的成頭平台 主營業務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土地開發 董事長為人智能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季末 該公司營收近四百六十億元 淨利潤十二億元 近年來依靠發債等擴張明顯 總資產近兩千億元 而總負債是一千二百億元 如果上述交易達成 那麼就意味著成都市重新拿回了對成都農商行的主導權 最近有多起案例說明地方政府要承擔得起 對轄內金融機構的處置與穩定責任 比如明天系曾經控股的維芳銀行 泰安銀行哈爾濱銀行 分別有維芳市泰安市以及哈爾濱市國資委為第一大股東 而二零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安邦以五十六億元拿下了成都農商行三十五億股股份 也就是三十五個百分點的股權實現了對於成都農商行的並表 此後安邦通過多個關聯公司不斷增持成都農商行 僅明面上持股就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五十 而在二零一八年安邦接管組進駐後 處置成都農商行一事提上日程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安邦在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掛牌 稱將轉讓成都農商行三十五億股的股份報價是一百六十八億元 要求一次性現金支付 當時記者獲悉四川省宜濱市國資委旗下的五糧業集團 有望與四川省國資成都市國資聯合競標獲得前述股權 但是由於成都市政府有自己的牌照考慮 加之交易價格並未談妥 此項交易最後終止 而新一輪的成都農商行轉讓價格尚未確定 在二零一八年末掛牌轉讓時 安邦接管組給出了每股四點八元的價格 相較於二零一七年成都農商行 每股四點零三元的淨資產交易價格相當於一點二倍的市盈率 但是這比銀行業二級市場普遍在零點七倍的PP左右的價格 還是高出了不少 而成都農商行迄今也沒有披露二零一八年的年報 此前北京所有數據顯示 截止二零一八年九月末成都農商行總資產是六千三百六十一億元 營業收入是八百五十億元 而淨利潤是三十五億元 但是安邦通過成都農商行的同業業務交叉保險銷售存單質押等 拋走了究竟多少資產 形成了多少大股東預期佔款 尚需中介機構審議評估決定 而根據記者瞭解 僅一筆海外收購加拿大項目的資金 就有來自安邦套取成都農商行的九十億元人民幣 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 在國新辦的例行發佈會上 銀保監會副主席梁濤介紹稱 目前安邦集團已經有超過一萬億的各類資產 已經或者是正在剝離 而公司的資產規模有了明顯下降 在銀行股權方面 不久前安邦集團也掛牌轉讓了浙商銀行股權 底價近七十億元 但是目前沒有新的接盤方 而安邦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月 賣出了招商銀行的部分股權 套現近一百五十億元 但是新成立的大家保險集團仍有招行股份 而由於民生銀行浮虧嚴重 安邦集團所持有的民生銀行股權 仍有處置進展 還沒有落地的情況 最後再為您帶來一條跟中國官員相關的消息 北京日報近日發布了北京官員夏林茂調任杭州市任職的消息 但是之後又迅速闢謠 否認了這一家省級黨報剛剛公布的人事變動消息 而隨後呢多家官方媒體也先後刪除了相關報導 這呢引起了輿論的關注和熱議 事情還要說到十二月十三日 當時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報導表示 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獲悉東城區區委書記夏林茂調任浙江省杭州市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同時文章介紹夏林茂是江蘇建湖人 在二零一七年五月任蜜雲區委書記 在今年一月任東城區委書記 而這樣的消息發布後不久 客戶端卻發表了一個更正聲明 稱上述人事任免為不實消息 並對相關責任人停止檢查 但是這樣的消息不僅僅是在社交媒體上 甚至是解放日報新京報澎湃新聞鳳凰網等中國媒體以及官方媒體平台 均發布了相關報導 而這些報導也隨即被刪除或者是顯示無法瀏覽 北京日報客戶端再次發布了一個更正聲明 並且特別強調要對相關人士進行停止檢查 這樣的事件也引起了不少的輿論反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科學的書記處書記陳剛 剛於今年一月被當局宣佈調查 而陳剛曾經長期擔任北京市的副市長 特別是主管北京市的城市規劃建設 而根據陳剛和夏林茂的個人資料顯示 兩個人不僅僅是清華大學的校友 而且都曾經在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工作過 那麼夏林茂的任職消息被突然改變 是不是又涉及到了他的官場命運變化呢 我們也會繼續為您關注 好啊以上就是這一時段的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全部內容 希望你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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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